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了许多年 唯一的一次机会 轻语鸾鸟被从十方阵中放出 纪云河趁鼓中大乱 本想带住长衣一起逃走 这是他逃出去的绝佳机会 但是囚禁长衣的地牢塌陷 二人一同掉入十方阵的阵眼之中 十方阵中的短暂时光 是他享有的第一次自由 在十方阵的残阵中 纪云河和长衣为了能逃出去 一直在想办法 然后前方摆基地想办法从阵中逃出来的纪云河和长衣 最终的结果却是 两个人都没有走成 又一次被留在谷中 他以为出了十方阵就可以自由了 却不料 十方阵中才是他短暂的自由 他以为出了十方阵 解药再生 离开谷中 从此天大地大 便再也不受拘束了 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巨大的绝望 就长一出牢笼之前 是他打算给自己的一天自由 再也没有能逃出去的机会了 而且基云河身上的毒 因为林苍蓝的生死 也再没有解药了 本以为只有一个月受命的他 确定放手一搏 救出长衣 给自己一天的自由 那日 他借口要押送已经驯服的长衣去给顺德先机 一日路程 半日之后 基云河借口透气 享受了六年被囚禁生涯前的短暂快乐 他在阳光斑驳的林间穿行 他张开双手 想要将自由的空气尽情揽入怀中 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他说 他不喜欢这人事 却助离地喜欢这广袤山川 然后 他故意刺伤长衣 让他跌落悬崖 一人挡于悬崖前 面对群庸而至的追兵 只有七个字 今夜 过此牙者 朱 基云河被长衣囚禁在湖心小岛上 还被下了狠虫的禁止 之后 基云河被囚禁六年 受尽非人折磨 不过是寄言残喘地活着而已 六年后 长衣救他出囚牢 而此时的基云河已经是心血耗尽 没有多少日子了 甚至连阳光都无法见到 否则在日光的照射下就会成为白骨 但就是这最后的日子 他依然没能获得自由 不过是从大仙师的牢笼中 到了长衣的湖心小岛上 日夜颠倒地过逐日子 自此 求与被求 他们正好调换过来了 他并不甘心 到了生命的最后期限 来了一次浪漫的出逃 基云河不想日日就如此地被关在屋中 哪里也去不了 在生命将近之时 他下定决心 他拼尽全力 用体内最后剩余的力量冲破尽致 来了一次任性的浪漫出逃 他成功了 但是最后的力量已经耗尽 他只是从湖心小岛跑到了湖中的冰面上 便再也跑不动了 但他却躺在冰面上放声大笑 然后长衣来了 他将它再次带回湖心小岛的屋中 关了起来 基云河想在最后的日子里 去看看雪 看看月 看看即将开遍山野的春花 享受最后几天自由的日子 可是自由的日子并没有如愿而来 自此 在基云河生死之前 这是他最后一次享有的自由 明明知道基云河如此向往自由 长衣为何还将他囚禁致死 一是 他对基云河心存误会 认为六年前他伤了他 欺骗了他 二是基云河为了能让长衣在世间 继续无牵无挂地活着 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的他 并不想让长衣对自己心怀歉疚 所以也并不想解释清楚当年的误会 继续声称自己当年就是在利用他 而长衣的囚禁行为正是基于此的一种报复行为 但更为重要的是基云河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这种囚禁行为背后更为实质的原因却是长衣对基云河的关心 他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而且从六年被囚禁的牢笼中出来的基云河 不但心血耗尽 而且见不得阳光 所以他才在囚禁基云河的屋外下了狠重的禁止 正是因为他知道他对自由的向往之心 他更担心基云河离开之后 就会就此死去 然后从他的世界里彻底消失 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痛 所以他只能打下了这么一个爱的监狱 但是基云河终归是故去了 大抵这世界上总有那么些人祸物 盛放时惊艳 唯你时却也牵魂 轻心动魄间 愿他与湖海一同奔涌 与青山共枕大地 而基云河正是这样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